字幕《魔衣文碟》 嗨 嗨 姜先生 華姐 好歷不見 楊先生呢 楊先生去上海 這班的全部都是貴賓 是中國文政務官員 麻煩你和我好招呼他們 是楊先生的貴賓 我幫忙您坐 謝謝你 華姐 老闆 楊先生他就貴賓來了 你不在乎,要吃什么? 原来都是杨先生的贵班,欢迎,欢迎! 今天吃的是搬家优兑。 甜品、饮品都是送的,不要客气,随便。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杨先生在这里好像非常受尊敬。 他在这里好像很有视力。 杨先生有些? 没有,我们只是觉得奇怪,你们怎么特别尊敬杨先生? 当然了,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受过杨先生的恩惠。 你们受过他什么恩惠? 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杨先生在教会找人担保,才能住在这里。 不好意思,我一说就停不了。 总之,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基督徒? 对,不过他曾经说是神要他做的,叫我们毕业提他。 但是我可以不提吗? 就连我的小孩子都很想念杨先生。 你是杨叔叔的朋友,我请你吃粒糖。 哦,谢谢。 杨先生早晨。 早晨。 杨先生早晨。 早晨。 今天早晨有个外籍人士打电话来,想找一些美国人到大陆领养一些孤兒。 看看我们能不能帮忙。 看上来很有意思。 进来谈谈。 好,好。 坐吧。 谢谢。 那情况是怎么样的? 他知道你和大陆的关系很好,有经常做一些慈善的工作。 他想找你帮忙做一些联络的。 也可以。 说实际上,我在大陆经常见到很多很惨的小孩子。 被人遗弃,没有人照顾。 如果你能帮他们,被人领养,等他们回家就好了。 但是杨先生,你很忙的了。 如果做这件事,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 就算接少生意,一定会在其他事情上补足。 因为有些西人的朋友都很想领养小孩子。 但是在美国的家庭,要去中国领养小孩子需要很多填表格。 中国政府又要规定这些表格,要翻译成为中文的。 又要领管认证等等。 所以我的朋友就说,你可以帮忙吗? 我便变成了全家公司很多人去帮忙。 后来帮了百多个家庭去领养小孩子。 当生意越做越有发展的时候, 就变成了我经常到处去旅行,去做生意。 我太太也是很着重她的事业。 婚姻开始有些危机。 大家真的坐下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事业做得好,或者生意做得好。 但如果我们反而失去了, 我们原本的婚姻的家庭,或者婚姻,或者感情, 就很不值得。 也会讨论,我们既然帮助了这么多的人, 领养了小孩子。 而我们两个人,这么多年为了一个事业, 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时候, 也要是这么大年纪。 不如我们去领养一个小孩子吧。 别想到当我们有了小孩子之后, 更加充实,更加充满爱。 我们在这里。 Kent, 牧师。 真是不说得这么忙,也回来来探我。 别客气了。 最近你的生意做得如何? 挺好,是吧? 你别只想念我的生意才行。 是啊,你还有一些慈善事业, 还搞了福音聚会。 你搞了这么多,我真是担心你的生意。 你怕我做不好吗? 老老实实,我当初真的担心, 你不会把生意交给神。 不如现在不要紧了,你做多。 不如是可以的,我真的想做多一点。 你还不够多? 你最近又搞了那些美业工作, 找到那些大陆的孤儿, 可以给美国家庭养养。 我知道。 是,但我还想在大陆有一家孤儿园。 那些孤儿园? 很大工程,要很多钱。 而且在大陆搞这些东西, 会不会复杂一点? 是困难的了,我都明白的。 自己能力又有限, 都欠到一家大孤儿园了。 不过牧师,你知道吗? 会被人领养的孤儿, 各个都是健健康康的。 那些天生残障, 给父母危机那些没人要的。 那他们怎么办呢? 我真的想他们都要一个家。 或者一家小小的孤儿园也好。 帮得多少,放得盡量一包。 不要谋着我, 我没钱的,不白口而已。 那就足够了。 好,总之就是那句, 信教神,神一定要支持你。 我给你。 我给你。 杨先生, 你希望捐钱, 新建一所孤儿院, 来收养一些残障的儿童。 我们很感谢你的用心。 不过,真的有困难。 有什么困难, 可以先量一下解决的办法吗? 我们很感谢你对祖国孤儿的关爱。 可是, 首先, 国内是没有孤儿院的, 叫儿童福利院。 而儿童福利院是我国社会福利部的工作。 他们对这方面管理非常严格, 而且从来没有批准外资办的。 所以, 的确是有些困难啊。 有变通的办法吗? 没有, 那是法律规定的。 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那好, 谢谢啊。 不客气,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小刘, 这什么人呢? 他叫杨应锐, 是美国商人, 想要开办一所儿童福利院。 杨应锐, 我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见过? 有可能啊, 我以前也认识他。 他很有心, 叫公司的同事帮忙当地的美国人申请, 收养了不少中国孤儿, 造福了很多孩子。 他是真的很有心。 你是杨叔叔的朋友, 我请你吃粒糖啊。 哦, 谢谢。 三番市的杨应锐先生。 是啊, 杨先生的公司是在三番市, 你怎么知道啊? 他要办孤儿院。 哎, 根本就不可能。 也不见得不可能。 我来想想办法。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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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